十道癌之外还有六种无声癌,这些征兆难发现更该警觉。 早安健康吴慧珍报道,记忆人安迪之后,玉龙集团董事长严凯泰三日傍晚也因食道癌病逝台北荣总,享年54岁,留下要为中华民国汽车工业装上轮子这个未完成的梦,令人无限唏嘘。 严凯泰于2016年4月因为肿瘤入院开刀,他曾在接受专访时谈及抗癌经历,由于入院检查发现上呼吸道有肿瘤,经与医师讨论后决定动刀,虽病情曾经一度好转,剧疗之后再度复发。 名人相继因食道癌病逝,肠胃科医师张振荣在专栏文章中指出,食道癌近年比例逐年提升,初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。 当肿瘤逐渐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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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癌症之所以可怕,就在于许多癌症早期没有征兆,发现时常常已经是晚期。 事实上,除了食道癌以外,还有不少癌症初期也难以发掘征兆,或是症状不太明显,容易跟其他常见疾病混淆。 等发现的时候以措施治疗黄金时机,以下一一列举,若有这些警讯,不一定代表离癌,但千万要提高警觉,切勿轻忽。 无声癌症杀手,这些警讯千万要注意。 1. 卵巢癌 近30年来离患乱潮癌的妇女人数翻倍成长,2016年更成为十大癌症的第十名,虽2017年下降为第十一,仍不可忽视。 2. 卵巢癌 卵巢癌又较妇女的沉默杀手,由于病征不明显,初期几乎无症状,因此很容易被忽略。 据统计,约75%的患者发现离患卵巢癌时已经是第三期以上。 3. 如果腹部出现异常症状,建议及早接受诊断,以免耽误治疗。 4. 卵巢癌 下腹部出现异常见症状。 5. 贫尿 6. 贫尿 6. 贫尿 小腹微突 食欲不倦 呼吸困难 经期紊乱 体重突然下降 2. 涉护献癌 疏难最怕的三种常见问题,就是涉护献炎,涉护献肥大和涉护献癌。 密尿科专科医师黄医胜在其著作《涉护献癌》,男性的隐形杀手指出,涉护献癌是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,国人发生率虽不比欧美来得高,但近年来发生率急剧上升。 包含多吃蔬果,多喝水,不憋尿,规律运动,都是日常保健涉护献的好习惯。 其实,与其他癌症相比,涉护献癌治愈率较高,但初期通常没有症状,开始出现症状时,可能和良性涉护献肥大症状差不多而容易轻忽。 包括尿疾,排尿排不出来,尿流变细,尿完后滴尿,尿流断断续续,膀胱无法排空的感觉,液尿,血尿等。 当射护献癌疾,侵犯注精囊,可能出现经液带血,射精疼痛。 若有癌细胞转移,则可能引起骨骼疼痛,并理性骨折或脊椎受到压迫而产生神经方面的症状,部分患者是因为癌细胞扩散致别的器官时才发现,恐怕延误了治疗时机。 3.肺腺癌 过去数年来国人因癌症而死亡的原因中,肺癌连续十年高居第一位。 4.肺癌可大致分成小细胞肺癌与非小细胞肺癌两种,非小细胞肺癌可再分为肺腺癌,磷状赏皮癌,大细胞肺癌。 5.近年来肺癌患者已肺腺癌居多,危险因子包含吸烟,二手烟,空气污染,食棉,基因遗传等。 5.肺癌之所以难产,就是因为早期没有什么症状,有时就像一般感冒咳嗽,因此很容易轻忽,当出现明显症状时,往往已经是发展到末期。 6.肺癌会被误诊为其他疾病,有不少患者曾被诊断为气喘,经肺部听诊与断层检查才发觉是罹患肺腺癌。 6.肺癌当肺癌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,也可能会出现头部、骨头等症状。 6.肺癌常见症状。 8.声音变沙哑。 9.肺癌常见症状。 咳嗽带血潭 咳嗽持续三周以上 莫名疼痛、头痛、胸痛、骨头痛等。 肾脏癌 4. 肾脏癌 5. 肾脏癌 肾脏是身体的重要器官,但肾脏肿瘤因早期肠无症状,而较易被忽略。 肾脏癌分为肾细胞癌与肾瘤癌,以肾细胞癌为大总,并因与后天饮食及生活习惯息息相关。 台湾肾脏癌人数逐年攀升达到千人次。 肾脏癌 肾脏癌初期几乎毫无症状,根据高一一讯资料,大多数肾脏癌都无声无息,约只有10%的病人会出现血尿或腰部酸痛。 肾脏癌和肾脏癌是肾脏癌的危险因子。 肾脏癌可说是一个沉默的杀手,由于血尿、腰痛、腰酸等肾脏癌症造极不明显,即使有发现也容易被视为一般的生活习惯病,因此发现时常已是晚期合并转移。 若持续出现骨头疼痛或酒壳不停,就需要考量癌症是否有转移。 5. 大肠癌 近年来大肠癌已成为台湾人的国病,多年来都名列十大癌症排行榜,去年分别居于男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二名,患者人数相当多。 大肠癌的风险因子主要是遗传和饮食习惯,大肠癌初期的主要症状为大便带血和排便习惯改变。 大肠癌症 包含排便次数变多,腹泻或便秘等,但是容易与痔疮或肠造症混淆,而且某些人初期甚至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。 大肠癌症 大肠癌常见症状。 便秘或腹泻。 粪便带血 里吉后宠,也就是上完大号后绝的大步前进 体重减轻 贫血 直肠癌患者的粪便会逐渐变得越来越细,而且不会恢复 6. 胰脏癌 胰脏癌 胰脏癌并不常见,但是一旦找上门来就难以治愈,对于这种难解的疾病,务必小心慎防 早期胰脏癌几乎没有症状,患者直到晚期才会察觉不适,因此很容易延误就医 台湾每年约有2000人罹患以脏癌,男性患者多于女性,但女性患者成长快速 10年内约增加了一倍,而乙脏癌发病的平均年龄约为70岁,但近年来却有年轻化趋势,若是55岁以下发病便属于早发型乙脏癌 除了遗传因素以外,吸烟喝酒、饮食不均衡等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提升罹患疾脏癌的风险 疾脏癌常见症状 疾脏癌不佳 疾脏癌不佳 体重减轻。 上腹痛或腰背痛。 皮肤或眼白变黄。 呕吐。 皮肤或眼白变黄。